最近的天气虽然还保持着炎炎高温 然而属于夏天的季节已经过去 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感受着阵阵带有凉意的清风 都在告诉我们 心旷神怡的秋天已经到来 处在热夏寒冬的过渡季节 秋季在养生界的滋补地位颇高 想要在秋季养生 一酸二肉千万别错过 秋养生尝一味酸 中医认为 酸味具有收敛固色的作用 秋天可以适当地多吃一些酸的食物 比如橘子 葡萄等 酸味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三大好处 好处一 润肺减燥 常言到秋养肺 秋天容易心火燥 会出现口咽干苦 大便干结 皮肤干裂的现象 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可以刺激人体分泌更多的精液 达到减燥润肺的目的 好处二 提振干气 我国的中医讲究五胃对五脏 有句俗语叫酸入肝 苦入心 肝入皮 心入肺 咸入肾 秋季是万物收敛的季节 应当减心增酸 移养肝气 在这个时候增加酸味的摄入 可以提振干气 养肝 护肝 好处三 健脾合胃 酸属阴 酸味入肝胆 补的是肝胆之因 酸味入肝 促进胆质分泌 可以解油腻 降血脂 有助于健脾合胃 秋养生 吃二胃肉 一是猪蹄 一到秋天 身体中的维生素等微量元素 会损耗过多 然而猪蹄中含有较多胶原蛋白 和碳水化合物 并含有钙 磷 铁 铁 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还有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E等有益成分 可以补充人体流失的维生素 提高免疫力 二是鸭肉 秋天在肉类的选择上 可以首选性质偏凉或性贫的肉 比如鸭肉 鸭肉的营养价值很高 蛋白质含量比处肉高得多 而且鸭肉性凉 具有健脾益气 滋阴养胃 沥水消肿的功效 秋天吃点鸭肉 是不容易的